今年七月 臺北市文山區傳出有水果灘 遭到天道蒙 太陽會成圓池燉氣來砸電 當時客人都嚇壞 大家一哄而善 那麼水果灘老闆聲稱了 說可能是果皮引起了果銀 引起對方不越才會被砸 事後警方透過身份比對之後發現 原來這命嫌犯 還曾經涉及中山區砸車 以及中正區砸雞蛋來恐嚇債務人 也因此目前全暗示 依照違反組織犯罪條例 移送偵辦 光天化日下水果灘 內人來人往客人專心的在挑選水果 沒想到這時門口出現一群黑衣扼煞 隨後立即闖進水果灘 持燉氣砸電 嚇得客人馬上報警逃離現場 警方後報後立刻趕往現場 將扼煞強勢逮捕 事情發生在台北市青龍路的水果灘 老闆表示 因為店家消水果的果皮 產生果銀 引起對方的不滿 才會引爆衝突 而警方透過身份比對 發現他們是天道謀太陽會的成員 警方兵分多路強勢破門攻堅 將嫌犯一網打盡 逮捕歸案 沒想到這群田道謀的惡煞不止犯下雜電案 六月二十六號時 在台北市中山區 他們也因為兩千五百塊錢的債務糾紛 飛車追逐持武器商人 後續又在中正區砸雞蛋 恐嚇債務人 二薩們行徑囂張 作惡多端 不把法律放在眼裡 但是常在河邊走 哪有不失血 這回遭警方逮捕 也是最有贏得 記者王玉均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